空荡的街景 相照隔离 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在热播 周颖为了吴平在深烫前发誓终身不敢嫁 为了吴平的遗愿把吴佳的生意做到全国各地 成为陕西第一女首富 这样的女人注定是命苦的 周颖嫁入吴佳美两年就成了寡妇 在那个年代女人只有首寡才不会被人支支点点 周颖的一生让你心疼 赵白石为了周颖甘愿一生守在她身边保护她 王世君也是其中一个 沈兴仪为了她一直比较勇气 多次来到吴家向周颖提醒 却屡屡遭到吴夫人的拒绝 如果不是吴夫人的阻止 周颖会答应和沈兴仪在一起吗 其实沈兴仪的爱又不比吴平少 沈兴仪为了周颖多次差点丧云 为了和周颖在一起不惜和家里闹饭 这么痴气的男人着实让人佩服 只惜沈兴仪为了周颖拒绝了家族联姻选择出国 沈兴仪的离开让周颖第一次这么想念 她陪在自己身边的日子 周颖来到沈兴仪曾经去过的地方 看着天空第一次觉得这么孤独 多年后沈兴仪回国 而周颖已经成为慈禧的一女 两人再次见面 居然是沈兴仪站在戏台上唱戏 周颖很惊讶地站了起来 她不敢相信那是沈兴仪 周颖原本很高兴 盼望已久的沈兴仪终于回来了 但是她不禁留下泪水 沈兴仪和赵白石两人 你更希望周颖和谁在一起呢 不用了解留下你的答案吧 我是沈兴仪 明天晚上十点不见不散哦 我却是沈兴仪 我却始终不能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